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的寓意 急梦也利于提升我们的财运 在枕头下面放钱是大多数人的心裁方法 而且据说枕头放钱还有安宅的作用 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 如果认为房屋不稳 可以摆放钱起到稳固的作用 这样可以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 特别是农村人盖房子之后 基本上一定会在枕头下面放钱 以便稳固房屋 二 葫芦 因葫芦的形状有如汉字中的喜 即二字 故葫芦若挂在门旁 在风水条理中 有洗漆灵门 极力安全之相等等 有方言葫芦与葫芦协音 加之葫芦刚好有两个突出的部分 故葫芦预示着葫芦双全之意 让我们能安枕无忧 三 枕头下放天然磁石 天然磁石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放在卧室中可以保家人安康 在五行中黑色属水 水又象征着财 摆放天然磁石可以带来财富 四 枕头下放红线 在风水中枕头下放红线 预示着兴旺因缘运势 兴旺运势 曲邪花煞等等诸多含义 但是红线也并不是随便放的 枕头下放红线要注意 既放两根 既打成死扣 既有杂色等等 而且已婚人士 一般不宜在蠢头下摆放此物件 不离婚姻 容易出现第三者 五 枕头下放古地前 枕边摆放古地前 有党煞 房小仁 辟邪 旺财 其扶持功用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 佩戴钱币 以党煞 房小仁 辟邪 旺财 祈福的风俗 五帝前是中华民族中 最昌盛的五个帝王所住钱币 因而五帝前更多汇聚了 天 地 人之气 再加上百家流转之财气 故能镇宅 化煞 并兼具旺财功用 六 放红包旺财 在中国 红色象征着吉祥富贵 金钱代表着金色 象征财运 在枕头下面放红包是传统的习俗之一 也是开运的一种途径 枕头下放红包旺财 而且还会使得我们的财运变好 晚上睡前在枕头下准备红包 表示红运当头 预设着全年财运亨通 并且红包越是端正地放在枕头下 越是象征家宅能够平和安定 红包里面的钱不再多少 这对风水没有什么必然的影响 七 狗牙 在枕头下面放置狗牙 是可以用来避邪的 这些人的睡眠质量不好 总是经常做噩梦 那么把一些狗牙放在枕头底下 也是非常有用的 在外观上 狗牙也十分的美观 或者是可以自己进行佩戴 用漂亮的红绳穿起来 放在身上会显得非常的时尚 八 天然纯玉 都说天然纯玉越是纯净越是珍贵 因为天然纯玉在地底下埋藏了很多年 本身就可以抵御一些邪物 很多鬼怪都难以靠近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在市场上面 选购天然纯玉的话 就要注意 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仿冒的天然纯玉 它们没有辟邪作用 九 桃木剑 在枕头下面摆放桃木剑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 携带桃木剑的人也能够拥有一身正气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卧室里面辟邪的话 就在枕头下面摆放桃木剑吧 当然在枕头下面摆放的桃木剑可以选择小型一点的 二 枕头下不能放哪些东西 一 电子产品 枕头下既放电子产品 例如手机平板 充电器 收音机等等 凡是电子产品都带有或多或少的辐射 放在枕头下 对人头部危害极重 会造成中枢神经障碍 引起头晕头痛 失眠多梦 脱发等症状 所以在睡眠时要远离电子产品 不仅仅是不放枕头下 二 放镜子 镜子是很重要的风水物品 它的风水功用有很多 但摆放不当也会成为风水煞物 比如镜子鼠婴 枕头下放镜子会破坏居住者的运势 招来没运 会导致居住者失眠多梦 不利健康 而且还会影响人际关系 三 尖锐物品 尖锐物品包括剪刀 小刀 针等等 都不能放在枕头下 刀具铁制品 具有速杀织器和金型织器 而且夜晚速杀织器更为浓重 如果在睡眠时放在枕头下 会导致噩梦连连 影响精神状态 另外一方面 刀具毕竟是危险物品 一不小心 也会造成流血受伤的情形 四 漫画小人书 有孩子的家庭通常会买漫画书小人书 孩子不看会顺手栽在枕头底下 风水学认为 漫画书会给家人招来小人 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中会有小人阻挡 从而影响自己事业发展和家庭财运 所以在给孩子看完漫画书后 要收起来放好 五 白方闹钟 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 一般都会使用闹钟 有些人甚至还会把闹钟压在枕头下 保证自己能被叫醒 其实这对人的健康十分不利 突然惊醒会导致人心脏肉快 血压升高 长期以往不仅会造成睡眠障碍 还会增加患高血压疾病的风险 六 梳子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有些女生总是会喜欢把梳子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 而且是经常性的放在枕头下面 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为了自己方便考虑 可是他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 是让自己的卧室风水变得奇差无比 最后让自己陷入霉运当中 七 零食 小朋友的话可能会偷偷瞒着家长 将喜欢吃的零食塞到枕头下面 一是影响舒适度 睡得不是很安稳 二是容易到晚上控制不住 吃太多零食引发健康问题 所以家长朋友要做好监督工作 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枕头下面塞太多零食 八 香囊 有些人为了安神让睡眠质量变得更高 喜欢在枕头下面放香囊 这点是不值得提倡的 香囊有时候处理手段不到位的话 会含有一定的细菌 而且气味稍微还大有刺激性 都会对人体健康不利 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水晶生香 这样既安全又健康 还可以提升运势 九 既放卫生用品 卫生用品带有晦气及污气 而枕头是睡眠的工具 会形成对冲 特别是一些女生喜欢在枕头底下 放卫生巾纸巾等等 会给自己带来霉韵 感情不顺身体疾病多等等 而且这些东西放在枕头下 容易繁殖细菌病毒 不利健康 容易使身体患上炎症治疗麻烦 十 既放书籍 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会买一些故事书或者漫画 包括大人经常工作中 需要翻阅一些书籍 经常为了方便 看完塞到枕头下 这样就会方便很多 而漫画在以前也叫做小人书 如果将这些书籍放在床下的话 非常容易招惹到小人 给自己事业和生活上 带来绊脚石 严重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发展 影响到家里的财运 所以家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赶紧拿走 保证枕头下面整齐干净 这样才不至于给家人带来霉运 面对生活的时候 凡事都是要把握好度的 好像枕头下面的物品摆放 摆错了不可以 摆多了也不行 有的人觉得很麻烦 但是一个能把握好度和分寸的人 慢慢的就能把握好自己的生活了 面对生活的时候 大家要有这样的觉悟 拥有太多或是没有拥有 都不会是最好的结果 适当才是最好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